一个人的习惯,如同导航,可以给人开路,走向更好的未来,就像坏习惯,会把人带入深渊,而好习惯,会让人行驶到幸福的彼岸,在这世间,我们有什么样的习惯,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和人生,许多时候,我们过得好不好,是自己的习惯使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为人处事,有这几种习惯的人,日后必有后福,看看你有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大道无形,别人落难时,做雪中送炭之人,懂得雪中送炭的人,会给自己的人生之路,积攒许多的机遇,就像大染房中的陈六子,年幼时靠乞讨为生,在冰天雪地的寒冬,缺一小时,没地方留宿,几乎要冻死在街头,一个在饭店干活的所子书, 看他可怜,在自己日子过得也很贫穷的情况下,给他留了半块饼子,还嘱咐他,如果实在无处去,就去他住的地方对付几天,陈六子十分感激所子书,后来他做了布店的伙计,就经常去看所子书,做了大生意,发了大财之后,给所子书夫妇买了房子,还找了人伺候他们,在别人有难的时候,帮别人一把,若别人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定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雪中送炭帮助别人,很容易以心换心,内心慈悲,看不得他人受苦受难,哪怕自己力单势博,也会鼎力相助,救人于水火,有这样品格的人,也会处处遇贵人,有更好的生活 远离无用社交 什么是无用社交 大家先试想一下这样的场合,某个聚会,公愁交错 其中可能有某个企业的老板,也有身居高位的官员,一群人笑容满面,在推杯幻展之间,说着恭维的套话,要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然后再也不会有联系 我们总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出路,却忘了人脉是有条件的,建立在巴结和奉承之上的人际关系,永远无法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帮助,只会浪费你的时间,让你变得浮躁,焦虑,变得不自信,甚至贪慕虚荣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还有一些虚伪,带有目的和你接触的所谓朋友,他们说着好听的话,巧言令色,满足了你的虚荣心,却无法给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甚至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让你失去对生活的准确认识和判断 面对这样的无用社交,远离才是一个人最好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人生的后半辈子,功成凝旧,或是家财万贯,都不应该成为你的追求,与其把时间花在那些无用社交上,还不如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或是留给自己,用来享受生活 你自己的层次,决定了你所处的层次,远离无用社交,适当地选择独处,与虚伪告别,才能迎接崭新的自己 心存善良,坦诚无私 那些吃不得半点亏的人,总是想要把便宜占尽,为人处事,完全没有坦诚可言,心思更是非善 常常为了钉点利益,与人争论不休,这样的人看似精明 实则无福,一个有福之人,定然懂得取舍,深知让利的意义 与人为善,才会客气生财,就唐书里说 财聚人散人若把钱财全部聚集在自己手里,将会很快失去人心 这世上只有,心存善良,坦诚无私之人,才能拥有长久的福气 有句对联这么说,人为善,福虽为智或已远离,人为恶,或虽为智福已远离 人生中许多人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而那个设定者,既不是上天,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任何时候,保持独立,提升自己 人这辈子 福气也要靠自己去争取 如若,自己有实力,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权 有更多的机会,为自己的人生铺路 宫崎俊说,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 人这辈子,即便有人宠爱,有人帮忙扶持,也不能放弃自力更生 任何时候,都要学会靠自己,坚持发展自己的事业,让自己有赚钱谋生的本事 只有这样,不管经历什么变故,都不会惊慌失措 保持独立,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保留自己最后的体面 独立,自强,不依赖任何人,不怕吃苦,努力拼搏,有骨气的人,才能有出息 与人为善,不小气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幸福指数 没有谁,能离开亲情,友情和爱情,人活一辈子,逃不过一个情字 那些,能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获得越来越多的福气的人 懂得经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能做到与人为善,不小气 遇到事情,会稳定情绪,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 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在与他人说话时,注意分寸,从不恶与伤人 做事讲究章法,注重礼仪 李斯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 善于经营感情的人,遇到矛盾,不会与别人发生口角 不会与人结仇结怨,懂得耐心去沟通,积极解决问题 并且,为人大方,让人相处起来感觉到舒适 一个人,懂得与人为善,不小气,多付出 也会收获到更多人的真心相待 欠退 欠虚退让是保身的第一法 为人谦逊,虚心好学 不仅别人对你有好感 你自身还能拥有更多的收获 欲试谦让,不与别人争功 也不会到处树敌 不会遭遇枪打出头鸟 人生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在追鸣逐利中 折挤沉沙 欠虚退让 可以有效保证自己的人生 不至于意外翻船 日常生活中 对待平常人和事 我们紧急迁退二字 肯定是对自己有益的 当然 恪守迁退法则 不能没守成规 不能一味退缩 不能做缩头乌龟 在需要证明人生才华的关键时候 不能谦虚 在需要你奋力一搏的特定情形 不能退缩 心态积极乐观 人生之事 不如一居多 在未知的人生面前 有太多难以预料的事 甚至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如果你始终抱着消极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人生挑战 那你的生活只会被抱怨 失落 恐惧等负面情绪填满 悲观的情绪是会不断放大的 到了最后 也许一点小挫折就能将你打败 乐观的心态 具有难以想象的能量 在如今我们倡导的儒家文化中 就包含着人者不忧 乐得其道 穷达自若的观念 孔子颠簸流离 游睡列国 惶惶如丧家之犬 不可终日 可他却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十四年间 他被拒绝了无数次 但他却从未放弃过自身的信念 也从未丧失继续前行的勇气 一个人的心态如何 并不是看他在人生顺遂时如何作为 而是看他在危难之际 是否还能安处困境 人生的后半场 磨难并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就有所减少 生活依然处处都是考验 所以在困难面前 你的心态就尤为重要 后半生过得好的人 心态大多都乐观积极 所谓爱笑的人 运气都不会太差 就是这个道理 心态虽然不能决定事情本身 但它绝对是影响事情发展轨迹的最大的因素之一 拥有了好心态 你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乐观的心态 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开解 要想实现外界的幸福 内心首先要肯定幸福 而心态就是第一步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 人生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人生还怎么能好呢 谨言慎行 说话留心 有禅师说过 恶言 妄言 狂言 此三言皆不可说也 伤人且难听的话 尽量不要说 说多了 人之力气就比较重了 夸张的话 也要少讲 不然会给自己惹祸 狂妄的话 最好不说 越是骄傲 越会走下坡路 没啥好结果 说话 虽然说是人之本能 可一旦把握不好其中的度 就会伤人伤己 最好谨言慎行 能不说就不说 沉默是今 把话说得特别漂亮 是一种本事 而把话藏在心中 是一种智慧 保持原则 不悦本分 为人处事的重要原则 当本分人 做本分事 过本分生活 享受本分的福报 本分二字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显得特别重要 有些到处碰壁的人 就是因为没有守住本分 缺乏了一定的原则 所以弄得淒淒惨惨 所谓的做本分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有多大的头 就戴多大的帽子 既不贪工 也不狂妄 只做自己能做的事 而自己做不了的事 就交给别人做 本分之人 也许不能像小人一般 在短时间内大富大贵 但他们能安稳一辈子 胜在长久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大道无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大道无形